就在前天,我介绍了此次多哈谈判的诡异情况,也预测了该停火谈判的结果。当时我说的是,哈马斯方面抛出了,以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宣布的方案为基础,分阶段实现停火,以色列断然不会接受这个结果,所以会场大概率会吵翻天,谈判基本进行不下去。 没想到第二天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坐着飞机抵达了以色列,这是他自拔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,第九次访问中东地区了,布林肯自信满满地表示,当下是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,达成停火协议的决定性时刻,不过很快他那张老脸就被打敌啪啪作响。 红扑扑的内塔尼亚胡私下对以官员表示,布林肯能调停成功的可能性不大,哈马斯发布声明称,在以方蓄意破坏和平的前提下,没有机会实现停火协议。 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城市刷了一波火箭,哈马斯和杰哈德在布林肯落地当天,策划了在特拉维夫发生的爆炸事件,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,地球村的扛把子,而且还是到这个布满几方军事基地的中东地区,推动停火协议。 足足来了九次,都没有成功,咱中国有句古话叫打人不打脸,客人这么老远过来当何事了,总要给几分薄面吧,结果这谈判的几方却丝毫不给面子,一边是对布林肯到来的作用直接否认。 另外一方则打赏了一波炮弹,你说他尽力了吧,却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,各方都没怎么搭理他,给人一副说不上话的样子,你说他没尽力吧,他鞋底子都快磨穿了,平均一个月一次,不可谓不勤快,人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我在此要以个人名义,给布老头颁发奖章,最佳劝和奖。 奖品是破鞋一双,以表达对他磨破鞋的九次劝和的敬一把,话说回来,人家都是孤独求败,他为什么是孤独求生呢? 我看了一下资料,发现布林肯这次带来的谈判条件是有真东西的,一是以色列坚持驻军费城走廊,费城走廊是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的军事缓冲区,在此前有过协议,以色列人不得控制这条缓冲地带,在2007年的时候, 该缓冲区被哈马斯所占领,一直延续到今年5月,5月底的时候,以色列人丝毫不顾及埃及的面子,直接占领了这条走廊,埃及在这次哈以冲突里的表现是真的软,作为曾经阿蒙的一个前四次中东战争的灵魂人物,怎么就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? 如果以色列人控制了费城走廊,那就等于是切断了加沙和埃及的运输通道,之前就有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在费城走廊附近发现约20条地道,正在对其进行调查和摧毁,谁会答应这条件? 这不是自己断了自己的活路吗?感觉以色列还是在走之前中东战争的老套路,打一阵子休息会,恢复元气再继续打,二是以方要在加沙中部搞一条检查线,以方的原话是,从加沙南部返回北部的流离失所者,应该接受以军检查,看看是否携带了武器,以方称这是阻止武装激进分子所必须的, 那怎么让以方能顺利检查呢?当然是在加沙的中部,建立一条以色列控制的检查线,隔着十万八千里,都能感觉出以色列这小算盘打的贼想,大家应该知道,以色列在一开始准备进攻加沙的时候,就已经计划好了,从中部突击,把加沙地区拦腰截断,一分为二,再然后用切箱长的战术,一块一块围起来打,如果哈马斯同意了这个条件, 那以后以色列想什么时候打,随时可以开火,死地就成了以色列盗嘴的肥肉,这样还不如叫哈马斯直接投降得了,三是以方要哈马斯分批释放所有人质,几方的巴勒斯坦人质,选择性释放,这意思就是摆明了,我想要回来的人,哈马斯必须放,哈马斯想要的人,我随便放几个应付一下,只要不是个傻子,都能看出来这个停火方案就是个头, 以色列这是想把刀顶在哈马斯的脖子上,让哈马斯停火,等这一波热度,国际支持等散了以后,好腾出手来收拾它,但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想要的事实,是一个以联合国1967年边界线为国境线,以东伊路撒冷为首都,独立的巴勒斯坦国,现在美方这个破协议,完全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提的, 甚至都不惜推翻了之前老拜登通过了的方案,超级大国招令西改,就是这么随意,哈马斯就安静地看着这几方表演,然后干净利落地拒绝了,心里面估计也在嘀咕,这几个家伙是爱搞笑的吗?老师早就教过了,战场上的不到的,还能让你们从谈判桌上拿走了? 我看着也笑了,这西方的强盗嘴脸,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,战场上牙都要崩坏了,还在那死鸭子嘴硬,拿着自己凭空造的牌,就想让别人捏着鼻子承认,哪凉快哪呆着去吧,中东这里现在水深火热,别把你们给烫坏了,不过这可是堂堂美利坚灯塔国,横行霸道惯了,什么时候受过这种鸟气? 所以我想了想原因,总结了两个方面,一是以色列现在绝对是骑虎难下,打又打不过,停火吧又不甘心,哈马斯那边的停火意见,是万万不能接受的,于是寄希望于美国,给各方施加点压力,让自己多捞点好处,小意表示小哈你就认了吧,超级大国给你台阶了,你还不赶紧下,小哈说滚毒子吧你,有能耐自己来拿, 别在这瞎逼逼,听到你说话都烦,现在以色列北边,已经被黎巴嫩真主党打得到处祸害,数十万人逃离,成为难民,吃喝拉萨睡,统统要以色列政府负责,国内经济,有报道说已经倒闭几千家企业了,到年底估计达到几万家, 全国两个港口,其中一个已经宣告破产,海上运输线被胡塞拿捏得死死的,它总共就九百多万人口,这经济还能支撑得下去吗?据以色列时报报道,当地时间八月十七日,以色列全国数万名抗议者举行示威游行,要求以色列政府,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,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协议, 示威者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阻挠谈判,敦促他立即签署协议,可以看出来,他基本上到了崩溃的边缘,现在就强撑着一口气,要么哈马斯答应我提出的条件,要么我就自曝,拉美国下场,二是美国自己最近也是焦头烂了,国内被两党之争搅得焦头烂了,国外还有两个地方的战场,要他来支援,可谓是祸不单行, 马上九月份就要开始下一轮辩论了,为了大选这么重要的场合,总得造点七分吧,于是兵分两路,一方面让乌克兰兵行险着,派一支生力军绕过正面防线,突破到俄罗斯境内,造成大局反攻的迹象,另一方面给伊朗和哈马斯施压,让伊朗停止报复,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,这样看起来中东的火势就被盖住了,眼看着这场大戏就要唱好, 即将到达高潮,再延续半个多月就够了,没想到两边都出事了,一边是哈马斯明确拒绝了多方提供的停火方案,扫了布林肯的面子,只能把方案拿回去连夜修改了吧,毕竟马上就到了谈判的最后期限了,另一边伊朗也是一反常态,有官员放出消息,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强烈的回击,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表示,报复将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到来,且一定会发生,报复力度也将是空前的,而且与本次谈判结果无关,很显然美国心里慌得一批, 要不然布林肯也不会这么火急火燎就跑过来了,酒坊中东醋和谈了,美国这边眼看着自己的一盘大气,就要毁于一旦,心里面估计也是别有一番滋味,特朗普这时候应该是喜笑颜开,看民主党这臭气,还想跟我玩套路,已经没人能阻挡我赢得下一任总统了,民主党这边拜登可能面如死灰吧,也不对,他现在放弃大选了, 跟他没关系,是哈里斯难受住了吧